锦衣之下跪坐在佛像前仆团之上的姑娘 碎碎念地祈求了很多心愿 有关于路易的 关于尚未出生的孩子 关于小姨玲玲 关于师父杨成万 唯独没有说到自己的 最后生怕是自己心愿太多 佛祖万一觉得自己贪心怎么办 又反反复复地重复了关于自家大人的那些 不知多久后 静下才缓缓起身 走出大殿 急目远眺 斜阳外是青山几重 又有几度夕阳吼 霞光如有万丈 金色的光玉下 小姑娘岂纯着人间山河这样美 愿我家大人一生安康 一直一辈子的平安喜乐 诸事顺遂 不管是路易 又或是惊吓 这都是心中对于彼此最大的一个心愿 等惊吓赶回京城中时 看到天已经完全黑掉了 心中难免吓一跳 没想到排队等大师耽搁了些时间 自己已经尽可能快地往回赶了 还是这个时辰才到 心中不免担忧 都这么晚了 要是大人发现自己没在家的话 又该担心了吧 路易在人群里远远地看到了那个小小的身影 即便只是隐约一点的轮廓 但他还是能确定那就是惊吓 连忙朝他赶过去 惊吓看到不远处朝着自己跑来的身影 身形挺拔 脚步凌乱 可不就是自家的大人吗 斥责的话路易还没说出口 惊吓挥挥小手 就朝着他奔来大人 这看得路易心惊 加快步伐跑向他 将他稳稳抱了满怀 如今这身子 你跑什么 你今日都去哪了 怎么这么不让我省点心呢 一个个问题抛来 静下都不知道该回答哪个 蹭了蹭他 随即叫着嗓子喊他大人 本来路易想要好好责怪他一下的 但是才看到他圆呼呼的小脸和甜甜的笑容 以及那一声入骨的大人 路易便什么怒气都被消散了 这一日不见的 路易却感觉仿若他们已经分开许久了 慢慢松开他 开始上下周身打量着他 碰到哪里了 大人 在街上呢 静下看了察觉到路过的人传来打量的目光 小声地提醒着路易 如今静下已经显怀了 也不便再被他 刚想俯身抱他回家 静下便拉着他的手摇晃 大人 路易能说什么呢 责问的话还没得到答案不要紧 重要的是自家夫人饿了 这可是大事 敢吗 路府饭桌上 真正是折腾了一天的惊吓 又饿又困 路易忙着伺候他吃饭 将他爱吃的都拨到他碗里 哪里还舍得问责 但原母就不一样了 瞧着自家闺女这狼吞虎咽的样子 惊吓 你这一天天的 也不知道留个心 知不知道大家为了找你 都急疯了 一天天的 自己统计不就出去这么一天吗 嘴巴塞得跟小仓鼠一般的惊吓不满了 吐子不轻地说到哪有一天天 分明就一天 一个不小心还把自己 路易递过去一杯水 拍着后背帮他顺起 你说你 这什么急 慢点吃 道子嘴豆腐心的原母继续念叨你看 都这么大个人了 吃个饭都吃不好 真是的 有人跟你抢是不是 自己怨目那唠叨的性子 路易也是知道的 此刻看着被噎得凉眼泪汪汪的姑娘 着实心疼 帮着 惊吓这折腾一天了 让他先吃点东西 其他等会儿再说吧 这路易都这般开口了 再想啰嗦念叨几句的原母 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文言的惊吓向他投来感激的目光 还是自家大人好啊 慢点吃 接收到他的讯息 路易好笑地看着他 这是在自己家里 吃个饭都能把自己噎到的也就 终于安静下来吃饱喝足的惊吓 望着桌上基本全空的盘子 一时有些愣神 那神情仿佛就在问子 这些都是自己吃完的吗 吃饱了没 路易故意问他 连带着一旁的原母 也好笑地看着他 被调侃的惊吓 倒是没有多大的不好意思 反而杀有其事地 扶着圆滚滚的肚皮 宝宝 爹爹问你吃饱了吗 你吃饱了吗 这汗豆可爱的模样 直接逗笑了路易和原母 不许笑 我如今是两个人的身子 又不是我一个人吃完的 小野猫猫了 路易配合到好好好 都是你腹中的孩子要吃的 其实倒也不是静下吃的太多 这本来他食量就不小 只是这前前后后的孕吐 已经难得一回一次性吃这么 不过自家富人吗 哪怕吃的再多 我 我 我